可能有经验的花友一看到我这盆三角莓 都知道是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三角莓 那么这颗三角莓 如果说我们从花卉市场买回来之后 没有做任何改变的话 那么它开完这一波花之后 它就会变得生长不良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土壤问题 因为在大棚里面养殖的话 它是经过控温 控水 控湿度的 所以土壤对它营养不是很大 那么当我们改变了一个养护环境 买回家之后 它就会受到这个土壤严重的影响 虽然说它能正常开完这一波花 但是到了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生长不良 所以说我们要改变的就是土壤 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土壤的性质 因为这种土壤有机制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换土不建议 因为换土的话很容易把握不好 导致直接枯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 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制 还有有效活菌 枯草芽包钢菌 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制 那么有效活菌呢 它可以活化土壤 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疏松 透气 抑制有害菌 还有这个枯草芽包钢菌 它是可以刺激植物生根 刺激它长性芽 同时又可以培养一些有育活菌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三角梅土壤变得疏松 肥沃透气 我们只需要每个月给它买上两勺三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这个土壤就会变得疏松透气 那么它的根性就会长得越来越好 那么通过改良土壤才能保证我们买回来的三角梅 让它正常健康的生长 长实旺盛 不想的话呢 看完这一波花之后 你就会发现会越长越差 好了 我们下集见